雅玲沙包等不到客人冷冷清清 才刚围解封就传出有确诊者足迹 副业不到一周 健身房再度拉下铁门 以目前来讲这种人潮聚集的地方 已经围解封的话 这个相对的是危险 怎么样把疫调 把这些感染者把它框列出来 把它做一个适当的隔离 这个才是最重要的 否则你走在人多的地方 随时旁边就是一个感染者存在 围解封试水 水温也在网络上掀起热烈讨论 就怕和国外一样 反复封了又解解了又疯 网友认为疫苗覆盖率超过六成之前 根本就不应该解封 但三级警戒高强度管制 已经超过两个月 防疫疲乏的现象越来越明显 随着国内疫情 趋于稳定指挥官陈时中也透露 未来很有可能采取缓波式降级 循序渐进放宽防疫政策 大概有认知到7月26 从三级如果降为二级 之后要随时跟病毒共存 因为全世界各国给风之后 会有可能疫情再起 所以未来这四天到五天 疫情的变化 是决定要不要降级 我相信在最近的差不多一两个礼拜 每天的个案数可能会都会维持到10到30个左右 我想应该是下不来的 除非双北的作为发现感染者 然后匡列跟隔离 只有这样做才能够控制一起 7月6能否顺利降级 除了各行业配套指引要跟上 疫调匡列也在和时间赛跑 才能有效阻断传播链 让解锋风险降到最低 欢迎新闻江博伟 黄佩涵 特别报道 请您继续锁定欢宇新闻网 以及YouTube欢宇新闻频道 并且记得订阅 开启小铃铛 接收更多全球新闻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